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结婚第一天起 就开始照顾林海诚 直到现在 他还连面都不会煮 2000年 我们有了女儿 有一次 老公到单位来接我下班 女同事们看到了 都开玩笑说我 你福气好 老公那么帅 要小心看管哦 我知道 我是个平凡的女人 找到这么帅的老公是运气好 就更加细心地照顾她 家庭幸福就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满足了 2002年 老公找了份新工作 收入增加了不少 老公总说工作忙 早出晚归的 我开始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 说我老公和公司的女经理关系暧昧 那个女经理叫杜小秋 长得漂亮 能力强 已经结婚了 还比老公大两岁 我想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看得上我老公呢 除了样子好看 他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 这样一想 我也就没有追问这件事 现在回想起来 老公当时有很多可疑之处 每天回来都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一回家就进厕所 很久都不出来 手机永远都是震动 有很多次 我做好菜 饿着肚子等她到半夜 她好不容易回来了 就胡乱拔两口 害得我也没了胃口 我还担心 她是不是身体累坏了 怎么食量越来越小 有一次 老公开车送我和女儿 去交线娘家探亲 因为我的手机信号不好 我就把她的手机卡放我手机里 这一换 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汽车飞快地驶在山路上 我的手机响了 老公居然来了急刹车 我差点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幸好女儿被我死死抱在怀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停下车就要来抢手机 可我已看到短信了 我好想你 我周末就从杭州回来 来接我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血液好像全部都冲到脑门上了 我疯了一样 打开车门 将女儿放在路边 向悬崖边冲去 女儿抱着我的腿 哇哇大哭 但是我似乎听不到她的哭声 只看到她的小嘴巴不停地张啊张 我当时肯定疯了 一心想死 老公一把将我推倒在地上 我以为她的谎言被揭穿 也许会给我解释 但是她平静地承认了和杜小秋的关系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需要隐瞒了 她那样的女人 男人都会动心的 她老公常年在外地出差 她也不容易 老公说 如果我要离婚 她同意 我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得到过 但我不愿意离婚 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家庭 不能这样就散了 我说要见杜小秋 老公同意了 我曾经设想过见面以后的种种情形 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狼狈 杜小秋真的不是一般女人 三天后 我正在上班 接到老公打来的电话 要我现在去她公司附近的茶楼 杜小秋和她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我请了假 匆匆忙忙地赶到茶楼 老公站在门口等我 她平静地说 上去吧 有什么话 直接问她 我一眼就看到了杜小秋 她似乎精心打扮过了 正在喝茶 她礼貌地和我打招呼 我不会骂人 开门见山地说 我只有两个要求 你给我道歉 你重新给我老公安排一份工作 远离你 丈夫不停地抽烟 好像两个女人之间的谈判 与她无关 杜小秋说 我和你老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人都能看得出 她这种人和我在一起不合适 你说呢 她是见过世面的人 慢条思理地把问题丢给了我 我就说 我老公已经承认了 你隐瞒也没有用 杜小秋看了我老公一眼 你跟你老婆说什么了 让她这么误会我 老公像是着魔了 摇摇头 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她居然跟这个女人说对不起 这应该是对我说才对吧 她竟然如此袒护她 我这么想着 找不到别的说辞了 看她一脸平静的杜小秋 我甚至都怀疑自己是第三者 我捡起老公 丢在烟灰缸里的烟头 伸出了自己的左手臂 直到发出皮肤烧焦的气味 老公才一把抢过烟头 杜小秋被我手臂上四个鲜红的伤口吓住了 她的语调失去了原有的平静 你老婆的伤口还在流血 赶紧带她去医院 丢下这几句话 杜小秋起身走了 这些伤口后来都溃浓了 我的心也彻底死了 随后 老公辞去工作离开了公司 我想 她还是愿意和我过日子吧 于是又原谅了她 谁知道更大的风波还是后面 让我们这个家庭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一个月后的晚上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一个自称是杜小秋丈夫的男人 王刚要求和我见面 她说 如果你不来见我 我就先杀我老婆 再来找你老公算账 我不愿意老公受伤害 赶紧答应见面 我找到王刚指定的酒店 结果刚一进门 她就把门锁死了 我一看 屋子里全是酒瓶 王刚两眼通红 很吓人 我想肯定要出事 但是她抵在门口 我想跑也跑不了 王刚朝我扑了过来 我用力地反抗 在扭打中 我的脸 脖子 手臂被弄得轻一片子一片的 他们好歹还是有感情的 我们这样做就是畜生 我实在没有力气了 只好停下来望着她说 我真的扭不过你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我本来就打算去死的 老公造的孽呀 把我害得这么惨 这回我是没有活路了 我正想着 只听到咣当一声 窗玻璃全部碎了 王刚的右手全是血 一滴滴地打在床单上 无数的玻璃扎子 陷在她的皮肤里 你太善良了 她丈夫那样对你 你还在维护她 王刚痛苦地抱着头说道 我从来没有见人流过那么多血 劝她去医院 她不肯去 我只好去药店 给她买了云南白药和纱布 我一边给她包伤口 一边哭 我觉得我们都是可怜的人 我求她放过我老公 可王刚说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我半夜回到家 赶紧要老公收拾东西 天一亮就去我娘家避风头 可刚上了车 我就接到了王刚的电话 她说 她一路都在跟踪我们 一定要我老公血溅当场 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出 喊老公赶快把头埋低点 我悄悄地探出头 天哪 王刚真的在附近挨个车地找人 幸好 我们及时逃掉了 经过中间人调停 我们两个家庭达成了共识 永远不见面 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杜小秋后来也离开了公司 自立门户 生意做得很火 老公知道自己理亏 从来不和杜小秋联系 开始卖命地赚钱养家 但是 我从此就变得疑神疑鬼的 现在 我每天都查看她的手机 只要是女人 她就必须给我交代清楚 每天下午六点半 我准时给她电话 问她是否回家吃饭 我不像以前那么神经粗大了 她说 在开车的的话 我就仔细听 如果有车轮子的响声和喇叭声 我就放心地挂电话 要是没有 肯定要和她大吵 今年三月 我换了一个新手机号 想看看丈夫到底对杜小秋 死心没有 一天上午 我用杜小秋的名义 给她发了短信 我离婚了 你还好吗 如果你还喜欢我 我们一起过吧 短信发出去 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的 我怕老公发现 我耍得花招 更怕老公回短信 我一直挨到了晚上 还是收到了短信 我过得一般 那件事情对不起你 我希望当面谈谈 我有五雷轰顶的感觉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才逃过一劫 四年都过去了 一个短信居然又让她心动了 当然 他们不可能见面 但是 我们却又大吵了起来 老公说 他因为一个错误 一辈子都累 其实 我这样也累 有些好朋友 知道我们的事情 都说我是有心病了 最可怕的是 七过去了 可那个洗不掉的污点 却让我一直生活在 黄祸之中 甚至险些 走到了绝路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oodenroll